來關新道立法院 今天排定表決由國民黨 立院黨團總教傅昆琦 領先提出的環島高鐵 花東快等等特別條例草案 令依舊猛攻是乾坑法案 對此傅昆琦強調 絕不債留子孫 更預告不用特別預算 似乎也是在拉攏 擔心財政紀律失衡的民眾黨支持 而在院會中 則是出現了罕見的狀況 在討論藍白邀請 準總統賴清德國情報告 一案之前院長韓國瑜 卻突然宣布休息 最後還是被淚營拉下 交付寫手 本日會議討論事項議程 之進行善待溝通 現在休息 吳二黎將近 總統賴清德即將就任 藍白在正義出招 提案邀請賴清德 來到立院國情報告 週五排入院會討論事項處理 只不過開始之前 院長韓國瑜卻先宣布休息 麻煩黨團幹部 到主席休息室進行溝通 罕見急急喊咖 再召集三黨幹部 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畢竟這天議程朝野沒共識的 還不止這個 藍白在合作 在騙大家嘛 你用個特別條例 要求政府騙的預算 這違反全力覆利原則嘛 話說得很酸 在猛攻藍白 由國民黨立委黨團總召 傅崑奇 領銜提出的環島高鐵 和華東快速公路 特別條例草案 多次協商破局後 一個月冷凍期見買 藍衣也將在院會 立憑表決 三度通過 是不是要用特別預算 還是用基金 還是要用 不受公共債務法限制 還是用舉債的方式 這四種方式 我們通通把它拿掉 主要主打 就是在政府零出資 希望能夠推動BOT 國內或國際的BOT 照綠營金藥 是乾坑法案 傅崑奇大炮回擊 但上回協商 民眾黨也擔憂引發舉債問題 傅崑奇也正面回應 不用特別預算 似乎也在拉攏民眾黨支持 財政紀律 這一些堅持的條文 我們已經提出了修正動議 傅崑奇總召馬上表示支持 給出明確答案 預告將供提修正動議 藍白國會再聯手 預料綠營恐怕又將吃下 標決頒賬 這台北綜合報導